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這一屆Last Assembly的演唱呢? 由剛剛踏入禮堂的Grade 7 去到要上三樓坐的Grade 9 去到Grade 10、Grade 11坐在後面 到達上台板 和大家分享我們有過的青春記憶 每一個都在一步一腳印地走上去 每一個都在這個校園裡面留下了無限的足跡 今天我們就看看Leo 相信大家對他都會有些印象 甚至你可能曾經有很多想問他的問題 我今年17歲 然後我讀Grade 12 之後有一個阿哥 由初中開始到高中 都有參加DS和MCD Leader 在高中開始也有參加Math Team 今天我也想說一下對Leo父王的認識 主要他是在Moran Civic Leader 即是MCD Leader裡面幫忙 一直都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責任感 很願意幫助別人的同學 而他跟同學關係也很好 我覺得他很純品很乖 又覺得跟他聊天很舒服 因為他覺得他很誠實 即是不會太容易喜歡拿威 很記得Leo是很樂意去幫我們 去分擔多些不同的事情 甚至有時候去提點我的時候做錯了些什麼 他都是一個很正確的人 給我的感覺是Leo個人都挺玩得 我喜歡踏彈車 踏彈車可以給你一個自由的感覺 你努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沿途有不同的風景 作為你的收穫 我在中學開始就發現自己的問題 我家人就帶我去看醫生 我打算看看青春期完了之後 會不會追得回 在初中的時候 好像人人都有改變 但我自己有什麼都沒有改變 這個時間就最不開心 對生活的影響方面 可能有時候高的東西會拿不到 最不方便是外出的時候 因為就算乘工用交通工具 都需要別人幫忙 轉課室是我最大的困難 因為我走得比其他同學慢 轉課的時候 很多同學走來走去 我又會阻礙到他們 去洗手間的話 就會走過去去洗手間 然後有時候如果 洗手間地很濕 都會對我有困難 因為很容易走路 一開始都有後悔 因為打算做完之後 可以很快回到學校 但是後來發覺要留在醫院 留很久 然後要進行治療 沒有時間去補習 因為我在放學之後 要快點回家洗傷口 不然就會沒有時間做功課 因為我洗傷口都要用一個多小時的加碼 有時候會突然想 我想做運動 然後看著自己的腳 又沒得做 學校的PE課堂 是一大幫人一起玩的 我每一課都要坐在旁邊 失敗所有 之後就失敗了 Live Out Learning Day 然後Last Assembly 那些東西 我都會覺得不開心 好像我同樣經歷了六年 但是我又中學生孩不是很完全 講一下同學對他的關心 他做完手術回來的時候 大家如果都有留意 他行動都不太方便 他平時都會坐在輪椅上 同學會推他 其中有一次印象最深刻 就是有一天的下雨 傅浩漢就在等他 家人接他離開 同學將他的傘 是給傅浩漢的 他自己就冒著雨 推那輪椅去等傅浩漢 這些同學都對我有什麼特別的對待 就是不會欺負我 很和諧 這間中學很好 我覺得 沒有人背負我 很開心 有時候可能要送他回學 我們可能要聊一下 在什麼時候送他回學 我們那班人都會輪流去接Leo 在醫院去上學 這段其實對我和對他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和其他朋友都很支持他 他坐輪椅都推上推下 甚至其實那時候 因為那個活動他參加不到 我們都盡量讓他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讓他更開心 他一定要坐升降機 每一次都會有同學 願意犧牲自己午飯 不會排隊的時間 就陪他去推輪椅去等升降機 上年上學期 因為他忽然跟我說 他要做手術 那段時間就差不多半年沒有回來 然後有一天 因為我們M2班就要補課 忽然間 WhatsApp跟我說 那天晚上他想回來 試試 到底如果坐著輪椅的話 他上課的時候 應該怎樣處理 到底桌子應該怎樣整理 可不可以坐著輪椅 用到桌子 他就說他想先適應一下 那個印象也挺深刻的 因為他一來形象不同了 塗了頭髮 然後樣子好像比較滄爽一點 還有最大印象的就是 他忽然間 雙腳上有很多釘 做完手術之後 第一天回到學校 老師和同學都很驚奇 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 但是他們都很包容我 他們可能會幫我 那些輪椅拍好 幫我開門 因為傅浩漢因為手術的緣故 就不能夠和我們MCD主持人 一起拍團底照 同學沒有忘記他 我們就做了一個有這個樣子的 一張卡 就放下去一起拍一張大合照 同學對他非常關愛和非常賞心 我在中五的上學期 就決定要做手術 這個是我家人的鼓勵 和我自己都想做的 在決定完之後 其實做手術的過程 都有點忐忌 在猶豫 應不應該做 做了之後 會不會跟不上學業 但是最後都選了要做 聖誕開始做手術 之後在復活節 嫁完之後才回來 加上有四個月左右 做手術那時是全身麻醉 做完之後就很辛苦 因為麻醉完之後 個人就沒有胃口 但是又很餓 但是又不想吃東西 而且腳很痛 會替他痛的 甚至有時見到他 其實那時見到他都馬上問他 其實你痛不痛 他那時都說現在沒有那麼痛 洗傷口的方法就是 用棉花棒浸住消毒藥水 之後在傷口附近打圈 因為其實都住院住了一段時間 不過就可能 維持洗傷口的時候 其實都會痛 雖然痛 但是他又不會告訴你 其實我很辛苦 你都會看到他 都會支持下去 沒拆之前就天天要洗傷口 然後又要怕 可能走路的時候 怕會摔倒 又或者又要怕下雨的時候 我又不能外出 但是拆完之後 就是剛剛所害怕的東西 都不用再煩他們 然後又覺得好像來康復近了一步 所以就很free 作為一個即將面對DSC的高中生 考慮到流軟所需要的時間 可能會回不了學 就算回得到 上落堂究竟又怎樣算呢 認識和不認識的同學 老師又會怎樣看呢 這些目光和問題 自己究竟又能否承受得住呢 同學仔 如果是你 你又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做這個手術呢 一開始都有後悔 因為打算做完之後 可以很快回到學校 但是後來發覺要留在醫院 要留很久 然後要進行一些治療 因為覺得學校很貼心 給了最近門口的桌子 特別另外開多兩張 就讓我可以闊些擺東西 而且不用走那麼多 照顧到我這些需要特別安排的人 但是都覺得自己特別怪 跟其他人比 他們可以很正常地在一行 但是我突然間開了一行 一個位 我有得參與Grad Run 之後都叫做在最頭 帶領著 沒有被人好像忽略了 在拆了教之後 我最想做的事就是 請幫過我的同學吃飯 因為他們在我行路北邊的時候 他們會很照顧我 希望Leo快點早日康復 我猜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會看到以前的Leo回來 可以走到路 中學時代 一步一腳印的青衝 從來都不會只有一個人走 學校是探索自我 建立能力的殿堂 更加是我們找到夥伴 有勇氣和決心去走每一步 做每一個人生決定的重要場所 踏出你的足跡 寫下你的故事 保持最珍惜和尊重的心 去結交每一個 可以一生互相扶持的夥伴